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座宁静的山村 村里有一座神秘的古井 传说这口井是由一位先人施法凝聚而成 拥有神奇的力量 有一天 村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叫李明 李明好奇地听说了古井的传说 决定去探个究竟 当他走到古井旁 一位老者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个古老的瓶子 老者告诉李明 这井水具有治愈力 但只有真心善良的人 才能得到神奇的效果 老者将瓶子里的井水赠送给了李明 并叮嘱他要用水帮助有需要的人 李明回到村庄 听说有一位生病的老婆婆 于是他立刻用古井水为老婆婆治病 神奇的是老婆婆康复 整个村庄的人都为李明感到惊讶 李明成为了村里的英雄 但他并没有停下善举的步伐 他用古井水治愈了更多的病患 帮助了贫苦的人们 村庄因为李明的善行变得更加繁荣和和谐 故事传遍了四方 人们纷纷前来这座山村取水 希望能够得到治愈 这一口神奇的井成为了村庄的象征 而李明也因他的人爱之举被后人传送为水善李明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提醒人们善行善举 助人为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善李明变得黏暖 但他的人爱之心依然如初 有一天一个陌生的旅人来到山村 他患有顽固的疾病 希望水善李明能够施以援手 李明热情地招待了旅人 并为他取了一瓶古井水 然而李明却发现这位旅人的病症 比他之前遇到的更为严重 李明沉思片刻 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力来帮助旅人 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水善李明从山村中消失了 村民们发现他躺在古井旁边 手中捧着瓶子笑容依然温暖 传说中水善李明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古井水 让他的治愈力变得更加强大 当旅人喝下这瓶水后 奇迹发生了 他的病症迅速好转 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李明的身体却逐渐消散 最终融入了这片山村的土地中 水善李明成为了山村传说中的英雄 他的善举和五思奉献一直激励着人们 每当有人需要帮助时 村民们便会去古井取水 并且相信水中蕴含着水善李明的灵魂 会带来祝福和庇佑 这个感人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成为山村的传统 也让人们铭记了水善李明的伟大而无私的精神